暑假忘記結束 南台灣五星飯店 房客明顯減少 搶救淡季業績 各家業者祭出流血價稀客 甚至續住一晚房價只價7塊錢 我們兩家飯店都同時推出了 第二晚7塊錢的專案 那也鼓勵客人 可以在我們一大世界入住三天兩夜 一大黃家酒店 淡季搶客推出別墅型雙人房 一晚5499元 還付兩客早餐 而且續住一晚只價7元 等於一個晚上只要2753元 就能享受頂級的飯店公社 高雄國賓推出兩折折扣 價格比魚站還便宜 那這個專案的話 原價是9818 那現在平日的話 不含早餐是2050 含早餐是3050 相當於大概2折左右的折扣 高雄國賓雙人房專案 不含早餐每晚2050元 比原價9818元 下殺2.1折 付兩份早餐 價格則多1000元 優惠價格成功吸引消費者上門 平均住房率達到8成 另外高雄寒暄 也祭出單人房 一碗只要2333元 雙人房3333元 兩種房型都付早餐 高雄福華則主打雙人房 一碗3799元 還贈送兩顆早餐 以及兩顆午餐或晚餐 是是是確實很划算 現在出行 對 而且現在人員比較少 挺好的 立抗不景氣 南台灣五星飯店業者 分推優惠 立搶國旅親子客 遊客搶便宜 行動可得比別人快一步 記得城市盈牆鼓 SNG小組高雄報道